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还记得吗,这里之前我种了一排青菜 半个月过去了,这个青菜没有长出来起一样 这个品种的青菜长出来了 但是被邻居家的兔子吃了一些 待会再种一点 今天是要种这几种青菜 这几种都是比较耐热的 我之前育的西红柿的苗全部长出来了 这个是大西红柿,是买的西红柿 剥出来的苗 这个是买的种子,小西红柿 这边的也是 现在西红柿还是特别容易出苗 育苗下去到现在也十天左右 这个的话就是辣椒苗了 先把土松松,待会就可以剥种子 之前种青菜的时候有试过一次底肥 今天的话就不上了 这个草都是长得蛮快的 比菜的话好长多了 最近也不知道种什么比较好 等礼半天的时候把那些盆子清理一下 差不多就该种西红柿 先挖一点土起来 这是用来盖在种子上面的 还是不种前先浇水 后面的话就不会把这个种子冲出一堆 既然我倒是挺喜欢吃 就是不太好种 上面写的是四季可以种 但是温度太高了 它就是不长 这段时间的温度都没有之前高了 一般都不会超过35度 各种菜种子太多了 还是先试着种一种它长不长 过个个八星期还不出苗的话 再换另外一个品种 我看有些朋友的青菜也长得蛮好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种的青菜就长得特别慢 是不是施肥施的比较少了呢 我这里之前就是种的这个品种的青菜 昨天邻居家的兔子跑过来了 把这个青菜吃了一些 还有我之前种的空心菜也吃了 剥好种子之后上面再盖一层土 上面盖的这一层土要比较疏松细腻 才有利于发芽 青菜种子比较细 稍微薄薄盖一层就可以 这个不用盖的特别厚 盖的特别厚的话还不利于萌芽 现在的天气也是一会下 也一会是大太阳 这个水分也是干的比较快 在上面撒一层松针 这个松针可以起到保湿 有利于种子出芽 上面薄薄的盖一层 也可以预防土壤板结 要不然以水一冲 这个土又特别硬 青菜的话一般四五天就能出苗 一个星期再来看 稀不稀要重新播种 发芽